这些菩萨呢,尤其是出发心的菩萨, 从他断惑的程度来说,他是一个凡夫,凡夫菩萨,从修道的层面来看,就有一个很大的挑战,就是淫于问题,十方众生之所以无始节的轮转不休,就是由于这个无名和爱欲, 所以才在长夜当中轮回不休啊,从这个爱欲就生种种的烦恼,从这个爱欲就生种种的部位, 所以要离开生死轮回,一定要断淫欲 这是大小乘经典不断地阐述的一个真理,淫心不除,成不可处,但一切众生都以淫欲来证明的,这个无名贪欲烦恼,根深蒂固啊, 在所有欲望当中,这个淫欲最坚固,叫欲藏呢,一指的是身心的染污,如果淫欲叫非犯恨,污染型,断淫欲法才叫犯恨, 犯就是指大凡天王,世界的出产天,你断到淫欲才有资格升到犯天,所以在这个足菩萨这种修行过程当中, 这个淫欲啊,常常就是一个障碍,从精灵当中,你看那些五通仙人,这个正道五种神通,但是由于漏进通没有正道, 所以常常遇到什么因缘,这个淫欲啊,一发动,他就失去神通, 大诸多论里面谈这个,施加摩尼佛谈他因地的一个事情,说有一个仙人呢,在树林山林里面修行, 也是有种种神通,结果有一天,春天的时候,看了那些迷路啊,春天就发情,焦和, 他就看到这些动物的焦和,他都会升起淫欲性,这个淫欲性一生,他就漏失不尽了, 就小便的时候,漏失不尽,正好是一个一瓶水里面, 结果有一头母鹿呢,就口渴了,就来喝这个,这个瓶里面的水, 这瓶里面的水呢,就有这个仙人的经验, 像这个母鹿呢,就怀孕了,怀孕呢,就到生的时候,就到这个,这个仙人的毛屋旁边,来生产, 生产这个母鹿的意思,就不知道生出的是鹿呢,还是人,如果生着鹿,他就带走,如果生着人呢,就交给这个仙人, 结果生下来,他真的像人,就是头上有一只脚,长了一只脚, 这个脚呢,有点像鹿的脚,但整个的架子都是人的样子, 所以这个母鹿就把这个小孩就放在仙人的门口走了, 这仙人第二天一看,哦,一个这个小孩, 再一想,哦,明白道理的,这个小孩就是他,他的小孩, 就开始抚养,就教他十二部,十八部大经, 教他种种禅定,发肆无量心, 而这个独角仙人呢,也就得到五种神通, 有一次这个独角仙人下山,上山的时候正好遇到下雨,下雨山路就打滑呀, 打滑他的脚就是比较像鹿脚一样,就容易不稳定,就摔倒, 手上的军尺给摔破了,身上也摔到泥地里面也比较狼狈, 所以他就生了一念诚恨性,就用咒雨来咒天上十二年不下雨, 由于他的福德道理故啊,那真的那些龙啊,女士啊就不敢下雨, 不敢下雨,那这个国家就不大汉吗,这个国王就很担忧, 说怎么天不下雨,大汉就把朝廷大臣召集过来,这是怎么回事, 结果一个大臣说,这是有一位山上的独角仙人, 他的咒语所致,说多长时间十二年,那这个国王一听就麻烦十二年, 那我这个国家就完蛋了,人们就饿死了, 所以这个国王就提告示,广真,谁能让这个独角仙人失去神通, 下雨的话,就分一半的国给他,分国而至,这个奖赏非常大, 而这一天,就重赏之下必有永福,就有一个淫雨,就是妓女啊,长得非常端正,也非常富有, 他就结绑了,结绑就说他能够做这个事,那这个国王说你用什么办法, 这个淫雨就问这个独角仙人是人还是非人,这个国王说他是人,属于人类的范畴, 这个淫雨很自信满满,只要她是人,我就会让她降服她,我会骑坐她的头来见你, 这个淫雨呢,就准备东西,准备了五百辆车,推车,搞了很多美酒,很多欢喜丸,可能是祝幸运的欢喜丸, 又选了五百个女人,美女,都装作是修仙道的仙女的样子,穿着绿皮呀什么, 到了这个仙人住的旁边也搭一些棚子,也在那里修行的样子, 诶,这个独角仙人看怎么这么多女人呢,这女人一看独角仙人就很热情了,接待她呀,给她美酒啊,给她果子啊, 诶,这个独角仙人一喝这个,她以为是水呀,很美味,这个果子也很美味, 说这个你们哪里得这些美水美果啊,我从一生都没有吃这么好美味的东西, 那这个仙女巧色如黄啊,我们也是修天道的,天神观生我们, 这是天上的穷摇玉玉啊,天上的果子啊,诶,说的这个独角仙人也很高兴,就吃, 吃完之后,她就这个独角仙人问,你怎么长得这么又肥又美啊,这个仙女说, 我就是喝这个美水美果,才长得很肥美,这慢慢的就有说有笑了,有说有笑,这个仙女说, 哎呀,现在可以沐浴了,就到池子里面沐浴,这一沐浴呢,就开始抚摸,摸出, 一摸出这个淫欲心上来了,就不敬恨,这一不敬恨,马上没有神通, 当下就下雨了,下了七天七夜, 你看这个独角仙人就是染这个情欲,就失去心痛,带去的美酒啊,美果吃完了,就换那个一般的水和树上的果, 这个仙人就说,现在这个味道怎么不好了,这个淫欲说,这个现在那些好果好水都吃完了, 如果你觉得还要吃的话,我们只有到前面的那个地方去参与,就诱导她,那那个独角仙人,那好啊,那我就陪着你一起去吧, 这个淫欲带着五百个美女,带着这个仙人就往这个首都进发, 进发都要快到的时候,这个淫欲就故意躺,躺在地上,这个独角仙人说,你怎么不走呢, 那看看那个城市都快到了,我们可以有希望吃好水好果啊, 这个淫欲说,哎呀,我疲劳之急走不动呢,走不动呢,这个仙人说,那走不动我就背你过去吧, 就骑到她的肩上,你看,这个淫欲提前就让人去报信,叫这个国王赶紧出来迎接, 这国王带着大神一迎接,还真的看到这个淫欲坐在了这个仙人的肩上, 这就很吃惊了,说你还真有本事啊,真有本事啊,这个淫欲就笑一笑, 说你现在可以供养她,给她一个官位,给她五欲的满足,就好了, 然后,一到这个陈黎,这个国王也给她生活条件很好, 但是,她这个长期在森林里面坐的人,过了一段时间五欲的生活啊, 就会觉得寡然无味,所以心情很郁闷,越来越消瘦, 国王看到她这么消瘦,像得病的样子,就问她是什么回事, 这个仙人就说,她还是想往山林的生活,希望放她回去, 这个国王一想,主要是让她下雨嘛,现在已经下雨了, 她也没有神通了,也不要难为她了,就放她回去, 回去,这个仙人就进一步的精进半道,很快也就恢复了五种神通, 所以谈这个呢,世尊是告诉大家,这个仙人就是她,这个淫欲, 类似叫善陀,就是现在的耶稣陀罗,修道啊, 这一关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障碍,那这个阿弥陀佛深知这一点的障碍啊, 这个淫欲就以火的心态表现出来,生前是欲火,死后是灭火, 为什么地狱的境界常常是大火炬啊,十种习气所构建的地狱境界, 第一个就是谈淫欲问题,而人严经这个,它主要是以阿弥陀, 视线堕摩奇图女的这样的一个事情,表达这个断欲,是修道的根本, 如果不能断淫欲,纵然有多致禅定现前,也都是落到魔道里面去, 那这个魔道就是以欲望作为它主要的特点了,五十种阴魔主要还是欲望的一种判别, 二十五元通,在七大里面就有一个火大,是以巫厨施魔尊子, 说他就是一个淫欲心很重的,所以遇到了空王如来,教他神光内淫,观察世大, 最后,提解这个淫欲火的这种体性, 信空真火,信火真空啊,就化多淫欲,成智慧火,得火光三昧地, 所以他就成为火头,得阿罗汉国,以后他就成为副法金刚了, 但你一定要对这个淫欲升起极大的艳离之心,你这个淫欲的心才能顿然歇下来, 但一般的众生他对这个淫欲他是非常渴望的,认为是他快乐的本源啊, 现在你看看这个世界,多少人都在追求欲望的满足啊, 不知道他的巨大的这种烦恼的本质,堕落的本性, 在我们出家比丘界里面都把这些大淫欲放在第一条界, 确实持这条界想持亲近很不容易啊, 你就即便在行为当中没有淫欲的行为, 你看十座皮膚沙论里面谈到有七种淫欲,以七种淫欲您戒不尽, 什么戒不尽呢?你看第一,虽然你断了淫欲, 但是你以染心受女人喜欲按摩, 这就戒不尽,戒不尽, 第二,以染心闻女人的香味, 跟他共同有说有笑, 这戒不尽,第三,以染心相互注视, 男女的眼睛相互注视, 这都是引发染心的, 第四,虽然有种种强逼或者障碍, 但是以染心闻女人的阴声, 喜欢闻女人的阴声, 这也戒不尽, 五者,首先供女人有说有笑, 以后虽然分离了, 还在意念当中念念不死, 戒不尽,六者, 有的人他限定某段时间断淫欲, 等这段时间过去之后再做淫欲的满足, 这戒不尽, 还有的是他持戒是为了希望生到天上, 跟那些天女得淫欲的满足, 或者想得到深厚的富贵之乐, 所以这些虽然你在事项上断了淫欲的行为, 但是具有这七种的任意种都属于不清净, 就是淫欲还在发动, 离开这七种事, 才叫持这条戒清净。 所以拿正面镜子看一看, 真的是持这条戒, 想清净的持很难, 于是我们就得在意念上, 深知淫欲的故患, 深深厌离, 男女之间一定要保持距离, 一定不能过多的接触, 因为凡夫这种欲心还很强大吧, 这个按修道来说, 是到了原教初信位, 才可以说你断了协议, 小乘的出国虚头环可以断协议, 但是出国圣人还有阵营, 还有盈欲心, 他还会转身隔阴之谜, 还会娶老婆, 娶老婆他的欲望还很高, 到了原教的五姓位, 相当于小秤的三国圣人, 才断阵营, 他就升到五不还天, 这个到了阿罗汉, 才彻底的告别这个三界, 不受后悠, 所以你看在这个过程当中, 对于出发心的菩萨, 他就有很大的风险, 所以阿弥陀佛就要加披这样的菩萨众, 只要闻信我阿弥陀佛的名字, 那阿弥陀佛的名号, 是这个法藏菩萨无量节以来修清净界, 所成就的一个名号, 无量的光明当中就具有清净光, 就能加披这个修行的菩萨, 长修犯恨, 长修犯恨就离开淫欲, 而且不是勉强的按捺, 乃是彻底的离开, 而这种加持力就很大了, 你至少是原教五姓位的菩萨才离开淫欲啊, 那三国圣人的位置啊, 否则你这个淫姬还在啊, 那这说寿终之后长修犯恨, 而且得到了这个加持, 直到你成就佛道的全过程都离开淫欲, 心得清凉, 不再去思念这个五欲的乐, 乃是以法乐为主。 为什么我们能够快速臣服啊, 到西方极乐世界? 他一切都是现成的, 都是特别慈悲的加持啊。